1月15日12時至19時 北京當局表示 海定區的Omicron變異株陽性感染者 在十四天內沒有外省市旅居市 沒有相關病例接觸市 15日深夜北京連夜進行核酸檢測 1月16日上午 很多網友表示他們正在排隊檢測核酸 有些公司要求必須核酸檢測陰性才可以上班 但民眾反映到處都是人 醫院也預約不上 北京海定區市民劉先生 和新唐人說 由於北京最近準備要開冬季奧運會 接下來還有全國兩會要舉行 所以防控工作非常緊張 今天我看早上的上午的報道 已經核酸檢測了兩千多人 估計到晚上肯定還會回來 所有接觸的面 還有他們單位的大廈 全都封了 但是你去看看這幾個能不能 在這種檢測過程中發現新的 發現新的呢 可能就麻煩了 哇! 聽片顯示 位於寶山區的上海大學 14日晚間 很多學生收拾行李離開學校 有輔導員說 可以今天走的 就不要等到明天 疫情隨時可能變嚴峻 上海靜安區一間奶茶店 升級為中風險地區 蓋店服務生 和密接人員檢測為 Omicron便宜住 有三個地方 營光地貨 奶茶店 萬聖節 它在靜安市 直到市中心 才都發現了 有一個水岸 靈醫院 聽說也已經有疫情了 不到24小時 上海葡萄區 寶山區 也出現了確診病例 出入口上千二十米 隨著疫情在三區出現 上海已經倡導民眾就地過年